民党立委徐晓鑫 近来被绿营侧翼连番批斗 从大姑涉及诈骗 到穿名牌连衣裙手表财产申报 都被绿营狂轰猛炸 但是徐晓鑫强力反击 他们好像工程一样 工了一个礼拜 工下什么了没有了 他们就是自爽跟自嗨 同温层而已 我被检调传唤了 被人设案了吗 都没有 还是柯建民比较聪明 他说不要跟我提徐晓鑫 对这个话题没兴趣 同党民代也力挺 认为消费行为不投不强 自我满足 开心就好 食安 虐童 停电 股市重挫 都比人家衣服内的收藏更重要 王杰 苗伯雅 就是健烈欣喜的猪队友 从统到官员到立委 身上名牌满满 民进党车移 你怎么不好好去关心一下 每一笔账我都会记起来 从来就没有在假装 我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总有一天你会对于 你今天所做下的事情 感到后悔 而许晓鑫会被民进党紧咬不放 被认为是平时猛烈监督律营 太有声量才被穷追猛打 但是沈富雄就端言 这些风波迟走过去 许晓鑫不会因此倒下 反而变得更强 目前不但没有证据证明 许晓鑫涉案被质疑的连渔群 也争执是二手一一不是名牌商品 民进党打击不成 打翻车 最后只变成打脸自己 这黄义俊陈真台北参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